你们知道吗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冰壶比赛项目中 一共有三个小项 分别是男子冰壶 女子冰壶和混合双人冰壶 将会产生三枚金牌 冰壶比赛犹如冰家的排兵布阵 每局比赛时 每队的四个人 每人要投掷两只冰壶 他们的共同目标 就是让自己的冰壶 最终停在距离原星更近的地方 因为谁离原星近 谁就获胜 而且如果距离原星第二近的 也是自己对的冰壶 那就积两分 以此类推 所以冰壶比赛也一定是团队作战 时局的分数加起来 积分最高的队伍就获得冠军 小朋友们 冰壶规则是不是很有趣啊